你真的在婚前有讲到说 婚后全部家用都你付 没有 因为本来就是 我真的觉得好像 因为我们家用都我爸爸在付 我妈也没付半毛钱 我妈也没在上班 我妈不但没上班讲话又大声 对我爸又怂 所以我就觉得 应该要像我妈这样子 我还有上班养自己 我妈还没有上班养自己 对啊 所以就自然而然就觉得 应该就是男生要付 那所以像我老公他就会说 所以为什么像 我也有比较可怜的地方 就是譬如说生日每年 生日周年结婚周年什么什么 都没有礼物 当初忘了谈这条条件 对啊 都没有礼物 他好意思啊 是不是 可是他就跟你讲 房子我买的 20年贷款我缴一人一半 10年不要跟我拿礼物 当初有讲过这个话 因为房子本来就是他的 就是他买的 可是名字在我的下面嘛 可是结婚就是一人一半嘛 你问律师就知道 不管有没有办什么 谁的名字都一样 都是一人一半 所以他就说 那既然一人一半 我贷款20年就算你10年 我们比喻老叔摇头 真的吗 真的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吗 你买房子最好还是在买自己的名字 确实是在我的名字 名字是他的啊 名字是他的没有问题 那你要记得说你老公未来 如果你赚的钱比较多的时候 他未来搞不好还可以跟你要 因为你的房子是在的 所以要跟他讲说 什么东西都是要他送给你的 他钱也要送给你 房子也是完全是归你所有 这样对你会更有保障 因为有时候婚前协议里没有 约定清楚会很 会有一点模糊空间 例如说 例如说像我刚刚听你那个状况 你婚前协议跟他约清楚说 家用的你出对不对 什么是家用 我决定 例如说我买车子是家用 轮胎家用 这是我认为是家用 所以你重点不再约不约定 家用谁出 是约定什么是家用 所以你在约定的时候 你要说家用是先生出 然后什么是家用 都有太太决定 那所以说 太太说了算 整理已经够狠了 你还教他更狠 我们要做律师不是教整理 书律师是教我 教大家 对 所以你在对财产的处理的时候 你不用自己的评感觉说 我的财产一半是对帮我什么 那如果有些特约是可以排除的 而且双方的钱的赚钱能力跟高低 都要去做评估的 所以我就直接进入 你看我刚刚听了很久 我不太敢插你的嘴 可以可以 因为我老公赚比我多 其实我没有赚他比他多 对 赚他比他多 那很好 他赚比你多的时候 你就要养他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养他 不是你付钱养他 就是让他的钱越来越多 但不要不见 你要随时盯住他的财产 你不要让他跑掉了 所以就叫他一直买房子就对了 对 他一直买房子 然后你一直帮他权状保管着 对 记得如果买他的名字 你要保管他的权状 那买你的名字 权状在你手上 对 都都在我手上 名字是他的 我保管权状有意义吗 有意义 我告诉你 这里是有些秘诀的 这个秘诀大家 是秘诀的 你也可以抱疑思啊 不能抱疑思 好 停 以下的秘诀 观众朋友请付费收贷 好热喔 好坏喔 好不好 今天免费啦 给他免费给你听啦 注意听 注意听喔 因为这样真理的状况 我告诉你 我们先讲 律师要想最差 最差的状况就是假设今天 这个先生要离婚 他会怎么做 他会把财产 通通通都脱产 对不对 那你怎么让他不脱产 就是说今天 什么东西最难做变现的 就是现金很容易拿走嘛 今天他有钱 我拿走就放个保险箱 就不见了对不对 可是如果他买不动产 就鼓励他 你又买不动产 但是呢 请你保管权状 因为当 太太保管权状的时候 先生如果不乖的时候 那我就跟他讲 他如果办遗失 就可以告他伪造文书 因为权状在太太这边 先生明知道 权状在太太这边 竟敢又去报遗失 这个在刑法上是不容许的 叫使公务人员登载不使 所以当感情不好 就跟他说权状在我这 他说要你还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夫妻共同决定的 我来保管 怎么样都不还他 即便名字是先生的 对 但是因为你们有一些原因 所以才会保管他 那不然你打官司 打官司一打又是两年 你就只好拖两年 拖产 所以他就不会拖产 所以他房子就不会升定抵押 所以你就会保有 他全部的财产价值不会减损 他如果这些房子有10亿 你就是10亿的财产 他就不会变成 1亿你就想要 10亿你可以分多少 5亿 对不对 假设你都没有赚太多钱的话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财产保护住 那如果说今天 你可以的话 但买房子在你名下最好 因为买房子在你名下的时候 你房子钱又是你的 那权壮在你这边 你要变现你方便 你要做什么处理都方便 所以某种程度上 权壮在谁身上很重要 如果先生小气不给钱 房子买他的名字 权壮自己保管 如果更狠一点的话 就是在 这已经够狠了 还有够狠了 这样不能再交下去了 我帮你说一说 就是说其实在买房子的时候 我建议你要去买的时候 签约的时候有时候 太太也要出场 或有些签约 有时候这个官司里面 他会看你买房子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都 太太都有参与 参与的时候 在某些状况就不会被改变掉 举例来说 如果说今天是先生很有钱 他想要以太太的名义做置产 那你太太没参与的时候 以后先生会告你说 这是你的名字财产 是我借用你的名字 借名登记 所以他要你把钱吐回来 尤其是小气的人容易会这样 那如果今天他买你的房子 已经确定了你去签约 尤其刚开始订阅就是你签约 那以后就很难说是借名登记 就是很难说借名登记 所以这些小小细节都要注意 所以要参与购买一些资产的过程 这个才会以后才会安全 因为通常刚刚我们在开录前 都在想说如果钱尽量在太太这边 那有时候先生比较不会 有一些什么状况产生 因为他如果有状况产生 钱就没有会人才两失 所以这是我的目的是 希望婚姻能够幸福长久 所以才教大家做这个方法